聖經,創世紀四十二章 請坐 我們先一起來看聖經 創世紀四十二章 創世紀四十二章 創世紀四十二章三十六節 創世紀四十二章三十六節 他們的父親雅各對他們說 你們使我喪失我的兒子耶瑟 喪失我的兒子耶瑟沒有了 西緬也沒有了 你們又要將變雅敏帶去 這些事都歸到我身上了 三十六 他父親雅各對他們說 你們是父母親最寶貴的 在這裡 雅各他說到 他已經沒有了耶瑟 又沒有了西緬 那現在呢 眼看著好像變雅敏也要沒有了 這個真的是接二連三 對雅各來講 我為什麼會事事都不順利 我為什麼會事事都不順利 三十七節 劉便對他父親說 我如果不帶他回來交給你 你可以殺我的兩個兒子 只管把他交在我手裡 我必帶他回來交給你 但是對雅各其他的兒子來講 這個變雅敏一定要跟他們去 因為這關乎整個家族的生命的問題 他們必須要帶著變雅敏去埃及 他們才有糧食 所以這有點是在請求 又有點在威脅著這個雅各 一定要讓變雅敏也到埃及去 38節 雅各說我的兒子不可以你們一同下去 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 他若在你們所行的路上遭害 那便是你們使我白髮蒼蒼 悲悲慘慘的下陰間去了 38 雅各的表示是 無論如何我不能夠讓變雅敏跟你們一起到埃及去 那在36節 這個雅各有說到說這些事情都歸到我身上了 怎麼每一件事情都是在跟我作對跟我反對 如果我們是雅各的話 我想我們內心也是這樣的痛苦難過 看起來雅各的一生真的是充滿著這種不順利 這雅各因為耶穌啊 他就曾經有一段讓他覺得很悲傷的事情 在十二個兒子當中 他最喜愛雅各 不是最喜愛耶穌 這個耶穌也真的值得父親最喜愛他 這個耶穌他有美好的靈性 這個耶穌他又聰明 耶穌這個做起事情來又做得那麼好 或許雅各他在想說以後啊 這個整個家業就交給耶穌來管理 在雅各來看啊 這十二個兒子當中啊 就只有耶穌他能夠承擔這個最大的責任 結果耶穌被其他的這些哥哥們呢 把他陷害把他賣給人當奴隸 但是這些哥哥對父親雅各的報告是說 耶穌可能是被野獸 這個襲擊被野獸吃掉了 他們也用了一個欺騙的方法 來讓爸爸相信這個事實 所以做父親的雅各他一直認為說 他最愛的兒子耶穌是蠶死於這個野獸的 被野獸所撕裂 那是雅各人生當中一個痛 其實耶穌他並沒有死 耶穌在埃及經過了一二十年 他變得很成功 耶穌甚至成為埃及的宰相 在耶穌當宰相的時候遍地有饑荒 在那附近的人都需要到埃及去買糧食 包括著雅各這個家族 他們也必須要去埃及才能夠有糧食 耶穌已經當了埃及的宰相 他認出來有一批人來買糧食 這是他的哥哥們 耶穌也知道這個饑荒 還要持續很長的一段時間 所以耶穌心中就有一個計畫 他如何來幫助來保護自己的這個家族 所以在哥哥的當中 他就扣押了一個西棉在埃及地 他讓其他的哥哥們帶著糧食 回家去 他也知道過一陣子 他們還要再來買糧食 他就要求說 你們下次來的時候 要把那一個你們所說的弟弟 汴雅敏也帶來 所以這些哥哥們 一方面很歡喜的 一方面很憂愁的 帶著糧食回家去 所以那些弟弟們 那些弟弟們 在一方面都很開心 因為他們獲得食物 而另一方面都很憂愁 因為他們必須帶著 阿弥雅敏 在下旅行 歡喜的是 他們有糧食 啦 憂愁的是 其中一個西棉被扣押在埃及 憂愁的是 下一次他們必須把汴雅敏也帶去 那這將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果然他們跟父親這麼一講 這個父親的反應 就是這麼的強烈 雅各說 所有的事情都不順利 所有的事情都在跟我反對 為什麼雅各他這麼想 為什麼他說事事都不順利 這是一個做父母親的人 他們的心聲 我們要看父母親有多辛苦 有時候看看雅各就知道 雅各他覺得說 每一件事情都不順利 因為他長時間以來 是非常的疲乏 而有了厭見 因為他長時間時間 他一定勤力 這位父親是非常的 非常的努力賣力的 不斷的在為他的這個代價来付出 这个雅各他有抱负 他在舅舅的家里 他就有他人生的目标 他想要起到舅舅的女儿 这个拉结 这是他的一个抱负 所以他愿意为舅舅来工作七年 我们如果看他的描写 那个牧羊的工作是很辛苦的工作 是白天受太阳的热 晚上又是寒冷 他说常常晚上 是不能够好好的睡觉 那样的生活不是一天两天 一个月两个月 那样的生活是七年又加上七年 以后他有了家庭 他负担起这个做家长的责任 他想到我有了家庭 我也应该拥有我自己的产业 所以他为了要拥有产业 他又不断的在付出 今天有很多的父母亲 就是这样子 不断的在付出 为了自己的抱负 为了整个家庭 对耶瑟的死 这个雅各他是深深的感到哀伤的 在他的努力当中 却遭遇到耶瑟的死 所以他整个人生的计划 就受到了挫折 需要有所改变 这个能够承担整个家业 重任的耶瑟 已经没有了 这是在他人生当中 他觉得是一个 最不顺利的一个事情 但是事实上 神他是信实的神 事实上雅各也已经经历了 神对他的这个应息 当他第一次要 当他第一次离开家的时候 在野地里头 神向他显现 雅各看见了天梯 雅各听到神 给他的出声音 对他讲话 神告诉他 我必定跟你同在 那真的神 一路上是跟雅各同在 所以他能够在 这个 救救拉班家里 这二十年 他得到神的看顾 得到神的保守 当他想要回到故乡 在路上 拉班可能可以 把他所拥有的 他的财富给他抢夺了 但是神还是出面 来保护了雅各 他要面对哥哥的时候 也可能遭受到这个哥哥的报复 但是神也是保护了他 那甚至神 在给他应息 神改了他的名字 改他的名字叫 以色列 其实雅各他不能够说 我事事都不顺利 但是常常就眼前的遭遇 就让人所想到的 都是不顺利的 所以雅各对他的遭遇 让他的信心动摇了 但无论如何 神仍然是信实的 雅各为什么说 他事事都不顺利 因为雅各他心中有忧利 他看到眼前的困难 他说我已经失去了耶色 现在西勉被留在埃及 看起来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现在这些孩子们又说 要把变雅敏 下一次也要把变雅敏带去埃及 所以雅各他意估 变雅敏出门 在路上一定会遭遇到不测 这个忧利 占满了雅各的心 所以难怪这个雅各 他信心就软弱了 难怪他会说 这些事情都归在我身上 都跟我反对 很多的时候看起来 姐妹比这个弟兄 这个信心还要好 我想很多的做父亲的 是跟雅各一样 为了家庭充满着比较多的忧利 就好像雅各他为了这个家庭 他在忧利着 所以让我们看到雅各的信心 就比较 就软弱了 他认为 连神都跟他过不去 忧利就产生了害怕 这个害怕跟信心 他总是对立的 害怕的时候就失去了信心 所以雅各他就没有去想到说 过去一路上 神是怎样跟他同在 神是怎样的来恩待他 他现在所想的是 神啊你竟然你也跟我过不去 很简单的到埃及去 拿钱去买粮食 怎么会变成这样子 别人不是那么单纯的 拿钱去就带粮食回来 为什么只有我 粮食带回来了 少了一个孩子 不但这样子 下次去买粮食 还要有一个附带的条件 这明明是神在跟我过不去 我们请再看回 创世纪四十二章三十八节 亚各说 我的儿子不可以 与你们一同下去 亚各他就有一个 不是很恰当 不是很切实际的这种坚持 不准 一定不能够带一片亚民去 我想这也是常常一个 做父母亲的人的这种口吻 对 而你说不准 对 而你说一定不可以 也因为这样子 所以常常会有父母 而你之间的这种 不愉快的事情 那其实说穿了 这个都是父母亲的爱 常常在讲这样的话的时候 是父母亲所表现出来 最大的爱 我们有时候会说 这个雅各他对儿女有偏心 其实这父母亲 总是很努力地 来做到爱每一个儿女 这个雅各他也关心 那一个被留在埃及的 那一个西勉 他为西勉 在忧伤 他现在他 也不能够失去这个变亚民 他知道他们需要粮食 但是他也不愿意 丧失掉任何一个孩子 所以他会有这种 很不实际的这种坚持 因为很清楚地摆在眼前 变亚民没有到埃及 就没有粮食 没有粮食 他们就没有办法存活 那所以雅各的这个坚持 是不合理的 但是他为什么会这样坚持 因为他爱他的儿女 因为他是做父亲的 这是他的责任 他要保护所有儿女的生命 但是这也可以反映出来 雅各的软弱 不合理就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他实在没有办法 真的来保护自己的孩子 所以他用这种不合理的方式 所以有时候 对人们所表现出来 这种不合理的讲话或者行为 其实我们要去看一下他的背后 像雅各在这里 是最大的爱 也是最大的软弱 那也因为这个 其实他这个怕是不需要的 这个不需要的怕 常常会让我们 不能够来领受神的最好 如果真的变亚民 没有到埃及去 就没有接下来 那么美的结局 我们也常常因为怕 而没有领受到 神所要给我们的最好的 在我们人与人的生活当中 是这样子 在家庭的生活里头 也是这样子 是的 摆在眼前是有优历的 就像雅各现在所遭遇的 那真的是一个优历 因为他们实在不晓得 那个埃及的宰相到底是谁 因为他们实在是 有求于是有求于人家 因为埃及真的是那么的强盛 所以那个埃及的宰相要做什么 他就是就可以做什么 所以那个埃及的宰相 如果说把西勉处死 西勉就没有了 所以真的在我们生活当中 优历 他也是 也是真实的 请看彼得前书第五章 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力 谢给神 因为祂顾念你们 这里彼得勉励说 要将一切的忧力来谢给神 神他关心我们 神也能够为我们来承担 我们的忧力 神也能够来帮助我们 来克服我们的忧力 所以忧力是一个事实 但是我们可以将忧力来交给神 那这个必须要有那个信心来交给神 我们常常用圣经里头的这些例子 或者教信 来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有这样的信心 让神的话来帮助我们 克服我们的害怕 那我们来看看看看整个这个 雅各的这个 他的这个 在这一段里头 他的这个缺点 我们看到那个真正的结果 是远远的好过他所认为的 第一个 西勉 他并没有 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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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遭害 第二个 他认为 变亚敏在路途当中 就会 遭到不幸 也没有 甚至他所认为的 已经死了的耶瑟 也没有死 所以 真正的结果 是好过于 他所认为的 今天我们常常也是这样子 我们都很努力的 在敬畏神 我们实在也要这样来相信 真正的结果 一定会好过于 我们所认为的 其实神的作为 他就已经不断的 长久以来 一直在雅各的生活当中 因为神已经对雅各说 无论你往哪里去 我跟你同在 神已经对雅各说 我一定带你回到 这个迦南地来 所以 虽然迦南地也有饥荒 神也会负责的 其实耶瑟是活着 而且耶瑟非常的成功 比留在雅各身边 更加的成功 这个变雅民到埃及去 他不但没有死 他反而让雅各 能够去见到耶瑟 这个雅各 这个雅各暂时的 好像失去了耶瑟 为了就是在这个时候 耶瑟能够解决 整个家族的问题 这个雅各到了年老的时候 也能够得到耶瑟来 来为他养老 所以不是雅各所想的 每一件事情 都在反对我 其实是每一件事情 都是为了雅各得到好处 当然在这个耶瑟 他也预表着主耶稣基督 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头 我们来得到他的供应 来得到他的保守 那我们的人生 常常也会是像雅各这样子 我们很疲乏又有忧力 我们应该来到主耶稣这里 来得到这个安息 在一切我们认为的困难当中 神也在当中 就像雅各在 长久以来 神都是一直在他的生活里头的 在我们长久以来 神也都是一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因为神对雅各的应许 也是对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应许 无论我们到哪里去 他跟我们同在 所以我们就不要像雅各这样子说 所有的事情 所有这些不好的事情 都好像归到我身上了 神不会跟我们过不去的 神是凡是为了我们好 我们一起唱诗 119首 唱诗 119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